我们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上帝实行公义的审判 主啊 假信的人最终是有公义的审判 主啊 我们感谢主的公义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不要再跟随假牧者 使我们不要再跟随假的教会 假的教派 使我们警醒过来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使我们脱离罪恶 使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 做真实的上帝的儿女 使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爱心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为国家做真实的爱国者 主啊 一直以来我们真的是太虚假 太虚伪了 我们始终利用耶稣基督的名 甚至借着耶稣基督的名 为的是求自己的利益 把主耶稣基督当成自己求利益的道具 我们真的是太污秽 太肮脏了 求主怜悯我们 饶恕我们的罪恶 使我们在这时间 真诚地认罪悔改 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成为崭新的新人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地实现的 主啊 人当尽的本分 做人的道理 正是要敬畏上帝 顺服和顺从上帝的话语 而我们根本就没有顺从上帝的话语 反而把自己当成上帝 是多么的傲慢 骄傲 是愚昧无知的 主啊 我们的天父上帝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内心正确地醒悟明白过来 使我们家庭的所有的不幸 能得到了结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使我们的子子孙孙领受福音 做主的仆人 使我们所有的人 因信耶稣基督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种下善的果子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门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 在座的各位 大家和我 我们现在有认识到自己是谁吗 在每一件事情上 我们有认定上帝吗 还是在每一个事件 把自己当成上帝 判断所有的人 大家知道 律法是让我认罪的 而我们 通过圣经 通过律法 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罪恶 我们要认罪悔改呀 我们找一下单一理书十二章十节 不明白圣经的 是因为我内心是邪恶的 不领悟 不醒悟 不悔改的 那都是因为我是恶人 才不肯悔改呀 我们国家现在处于这种危机的状态了 而为什么作为牧师 作为牧者 谁都不认识真道 谁都不敢讲实话呢 大家知道 因我们的罪恶导致国家受害 我们为什么不真心劝勉呢 唯独上帝的话语是真话 是实话 我的话 我的言论 那是毫无用处的 而上帝的话语是真话 是实话 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 你判断别人 说明你就是把自己当成上帝的了 那么我们真心劝勉 是凭据圣经的话语 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偏见 齐伯来书三章十三节 我们聆听主的声音就要顺从主的话语 唯独上帝的话语给出的是真话 是实话 很多人因行恶作恶 我们行恶作恶的时候 不仅害自己 也害死子孙三四代 那我明明知道这是假的教会 我明明知道这是违背真理的 我还偏偏要犯罪吗 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着要与上帝作对吗 藐视轻视上帝话语的 那都是受货的 是有灾难和咒诅的 贪恋钱财 法利赛人文士 内心贪恋的就是钱财 所以不承认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节 在座的各位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很轻视藐视上帝的话语 我内心的关注点 我内心的关注点永远在钱财上 这就是如同法利赛人文士一样 是不承认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反而与上帝作对 凡是有教派制度的 都是最终会失败的 再好的一杯清水 有一滴狗屎的话 就全废掉了 恶人是有灾难和咒诅的 因为我们的罪恶 导致韩国受灾害啊 那么每当我犯罪的时候 使国家受害 这就是叛国贼逆国贼了 所以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话语 我为什么始终不悔改 不肯认罪悔改呢 单一理书十二章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 且被熬练 但恶人仍必行恶 一切恶人都不明白 唯独智慧人能明白 阿门 不明白的就是恶人 恶人始终行恶作恶 却不明白 也不肯悔改 很多人说 哎呀我怎么就读不懂圣经呢 首先承认我是恶人吧 哎呀我就是听不懂这个基督的奥秘 我也不认识什么是四阶段悔改 首先承认我是恶人吧 因为你是恶人 所以不明白 不聆听主的声音的 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活着的 是公义的 按照我们的言行举止 按照我们的一举动 如是给我们返还的 我们不顺服给耶稣基督的时候 说明我就是行恶作恶的恶人 而我现在走向的是哪条路啊 我们都希望活 我们都希望得永生 我们都希望走向正直的道路 而自己却不知道什么是正直的道路 自己身处在黑暗 自己身处在邪恶中 自己却意识不到 我们都希望能得福 子子孙孙能得福 而现实生活中发现什么都不好 怕自己丢工作 怕自己找不到工作 每天都是担心和忧愁的 我们的天父上帝 一直忍耐着我们 等着我们悔改 这是上帝的慈爱 罗马书二章四节 此时此刻我能认罪悔改 这是蒙上帝的恩惠啊 所以趁早的悔改 很多人说 哎呀我为什么总是不明白呢 首先向主谦虚地承认 主啊我是个邪恶的恶人 求主怜悯我 求主搭救我 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 我们面对上帝的话语 只有顺服和顺从 以耶稣基督的爱心 传讲上帝的话语 唯独上帝的话语 是使我们得救赎 而我们按照自己的偏见 去定罪别人 但凡我内心有判断的心理 和批评的心理和定罪的心理的时候 说明我就把自己当成上帝 是最大的恶 是与上帝作对的 而当今我们所有的人 说是信主 韩国很多的教会 往往就是随意批评 随意毁谤 随意论断 就把自己当成教 把自己当成是一种 至上者 自己坐在教主的位置上 而且看别人犯罪了 我不懂得悔改 反而去批评 别人的罪恶 我看见别人犯罪了 要想到 其实我也是一样的罪人 一列人聚在一起 为的是行恶作恶呀 我们趁早地认罪悔改 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 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阿门 很多教派制度 很多教派制度 那都是违背了真理 没有跟随上帝的话语呀 那么推崇教派制度的 最终是失败的 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呀 现在很多事情不顺利 很痛苦 自己来首先回顾一下自己 我到底是怎么活的 我到底是怎么过每一天的 大家希望大家的后孙 和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呢 难道大家希望走向灾害吗 还是要寻求上帝赐给我的 耶和华一乐的祝福 上帝赐给我的 是真实的满足和幸福 而且能让我做爱国者 而且上帝赐给我的祝福 是绰绰有余的 绰绰有余的 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而最关键的根本 我们不醒悟不明白 我们自己不醒悟不明白 自己却意识不到呢 因为身处于黑暗 太邪恶了 所以我们在主面前要承认 我是罪恶的 我是邪恶的 单一里是十二章十节 我们为什么总在纷争和争吵啊 面对上帝的话语是服从的 是顺从的 我们找一下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人当今的本分是要顺从和 是顺从的 而很多牧师不顺从上帝的话语 为什么说都成了假牧师 因为不悔改自己的罪恶 都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不顺从上帝的话语 所以 假牧师那就不叫牧师啊 那么假牧师就会祸害所有的信徒啊 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 我们跟随的不是牧师 我们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而当今很多教派制度里的教会呢 都是不明白的 假教会 教派制度最终是灭绝的 最终都会有 就都会展现出 都会证明出 他们是错的 是 我们要认罪悔改啊 我们说是信上帝 信上帝的人 不遵守上帝的话语 那怎么能说是信呢 我们不明白 说明我内心是邪恶 而有多少人 当不明白的时候 向主窃窃地谦虚地祷告 承认主啊 我内心是邪恶的 求主怜悯我 使我明白 使我醒悟过来呢 我内心有耶稣基督的爱心的时候 才能真实地做爱国者呀 这正是上帝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救赎主 因为 只有上帝的儿子的死和复活 才能使我们脱离罪恶 使我们的罪恶得以赦免 上帝的话又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切 而当今为什么很多人 不顺服主的话语呢 那么我们看着恶人因行恶作恶就要灭 我们看见恶人 我们就希望他们因行恶作恶走向灭绝吗 不是的 耶稣基督的真实的爱呢 是要拯救那些恶人 我们不能诽谤他人 也不能定罪他人 也不能批评和论断别人 因为只有上帝有权柄 有能力能批评和论断呀 雅各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义就是敬畏上帝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阿门 韩国遇到灾难咒诅了 大家知道因约拿没有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约拿就躲在了一个船上 当那些船上的船 然后呢 约拿知道自己犯错 导致这艘船都一起受害的时候 约拿让那些人说 把我扔进海里吧 结果那个船活了 一个道理的 韩国的所有的牧师 韩国所有的教友们 我们警醒认罪悔改吧 韩国现在处于这个状态 不怪政治 也不怪任何社会现象 是怪我们这些所谓信主的人 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 没有悔改呀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吧 哪怕现在承认认罪悔改 也不晚呀 什么是恶人 不听上帝话语的 不信耶稣基督的 不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真爱的 那都是因为我内心是邪恶的恶人 我们因信 因信耶稣基督使我们得救赎啊 相信上帝的儿子 耶稣就是基督 是我们为的救赎主啊 我们找一下加勒太书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很多牧师去批评 哎呀当今的政治怎么怎么样 那真的是太荒唐了 首先承认我是个假牧师 首先承认我是个恶人吧 因为我行恶作恶导致这个国家成了这个状态 我们韩国的所有的教会们 所有的牧师教友们 我们都要警醒认罪悔改呀 不悔改的那就是讲牧师啊 大家和我 只要我们不悔改 我们都是邪恶的恶人 我们悔改是切切地认罪悔改 不是说我今天悔改了就可以了 是每天每天要切切地祷告认罪悔改呀 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去批评别人 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去教导别人 或者论断别人 发生问题了 我们要自己挨打 我要说的是我自己 我有罪恶 并不是去挨打别人 并不是去批评别人呀 非要沦落到非常凄惨的地步 才肯认罪悔改吗 大家一直站队 到底站在哪个队上了 是站在耶稣基督的队了吗 还是站在这世界的邪恶的队里呢 此时此刻能醒悟明白过来 能认罪悔改 还是有机会能活的 大家知道 首先我们在主内 我们首先要发光发亮的 在主里面 因主耶稣基督的恩 我们有幸被召唤到教会里 有幸被召唤到主面前 我们还不悔改 还不认罪 还在犯罪 把自己当成上帝 批评他人 论断别人 好像把自己当成老师一样 去教导别人 这都是邪恶的罪恶呀 我们要祷告的 为身边的人祷告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 我们不是自己身冤 把一切交给上帝 上帝亲自为我们解决所有的事情的 我们不要去 我们为所有的恶人 祷告啊 耶稣基督的爱 是爱了所有的人的 加勒太书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这样律法是我们迅蒙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称义 但这因信得救的礼 既然来到 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 阿门 很多人说我学习圣经了 并不是说学习圣经就能得到信心了 学习圣经了 最终是会被引到基督面前 被引到基督面前的人 一定会谦虚地悔改的 是认罪悔改 做四些段悔改呀 我们没有被引到基督面前之前 都不是信 我们能引到 我们能信 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保写的功劳啊 而很多教会不认识基督 不承认耶稣是基督 什么是不承认耶稣基督啊 不悔改的 不谦虚的人就要悔改 我们要讲真话 讲实话 真心劝勉 那真话实话是 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是圣经的话语啊 以西结束三章十八节 那悖逆的人是听还是不听 你一定要传 不传就要问你的责任了 因一个约瑟 导致整个埃及的国家 没有灭亡 得救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 一个国家遇到荒年 连续好几年的荒年 结果呢 因约瑟一个人得救了 约瑟是敬畏上帝的人 而当今韩国 为什么这么多的教会 这么多的教派制度 这么多的牧师 却不醒悟 不悔改呢 反而去批评别人 论断别人 相互指责对方的错 相互指责别人的错 那不是牧师 那也不是信徒 反而仅仅是利用耶稣的名为的是 利用耶稣的名为的是 出自己的名声 利用耶稣基督的名为的是 填饱自己的肚子 这世上发生的所有的一切 是上帝在主宰的 按照我们的言行举止 按照我们的一举一动 罗马书二章六节 我们行恶作恶的时候 就有行恶作恶的代价 所以如果一个人 是假信的话 比不信的人更坏 更恶毒的 很多人自称是信主 却把自己当成是上帝 定罪别人 论断别人 把自己当成是王 这种还不如不信呢 比不信的人坏八倍的 在座的各位 韩国有这样的危机 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人 是伪善的 是假信的 我们要悔改 我们悔改吧 我们不悔改 只会有灾难和咒诅 甚至导致子孙三思在受害 我们的天父上帝全教导我们 告诉我们这实话了 我们要警醒啊 我们不能因一个恶人 把这个国家推向败坏 圣经的话语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永活的 世界的邪恶和罪恶 不可能挡住福音的 我们悔改吧 因为耶稣基督是活着的 耶稣基督是复活升天了 那么去假教会的人 跟随假牧师的人 跟随假教派的人 我们为他们祷告 因为跟随假牧师 跟随假教会的 假的信仰 只会成为地狱之子 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要认罪悔改 而且为那些灵魂祷告吧 马太福音23章15节 很多人把自己当成上帝 定罪别人 随便批评别人是异端 把自己当成是上帝 批评和论断 不在我们的权 我们没有任何资格 做这样的事情 雅各书4章11到12节 我们国家现在遇到危机了 而有多少人 自己谦卑地跪在主面前 真诚地认罪和悔改呢 我们始终不明白 始终不醒悟 所以我是个恶人呀 恶人是不可能明白的 也不可能悔改呀 但一里是12章10节 所以我们首先向主承认 主啊 我是个邪恶的恶人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保险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恶 一直以来 大家去的都是什么样的教会呢 大家跟随的是 什么样的教派制度啊 我们种下的是什么呢 一直帮助行恶作恶的 所以一定是失败的 行恶作恶的人 利用耶稣基督的名 说是宣教传福音 其实并不是的 所以我们要悔改 上帝本来是要降 降责罚给尼尼威城 但是当约纳 照着上帝的旨意 传悔改的福音的时候 尼尼威城的人 听了约纳的话 就是听了主的声音 所有的百姓 跪在主面前 真诚地认罪悔改了 结果上帝没有灭绝尼尼威城 我们今天也要这样 认罪悔改呀 主啊 我们的良心 真的是如同被热帖 烙灌了一般 唯独上帝 论断一切 批评一切 而我们作为人 仅仅是个被造物 连蛆都不如的 连虫都不如的 而我们却多么的傲慢 骄傲 把自己当成上帝 坐在主教的位置上 随意定罪别人 随意批评和论断别人 我们真的是 误会肮脏的罪人 比叛国贼还坏 我们真的是 比间谍更坏呀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饶恕我们的罪恶 主啊 主是听义人的祷告的 此时此刻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所有的人 真诚地认罪悔改 使我们 应有耶稣基督的保险 切切地认罪悔改 祷告 使我们的罪恶 我得以饶恕 使我们承认 主啊 原来我是个邪恶的恶人 向主承认 我是罪人的时候 任何人都能得救啊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国家 认识到 耶稣基督的爱 使我们的国家 认识耶稣基督 宝贵的福音 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正是为了拯救我们 是给了我们亮光 照亮我们的黑暗 使我们谦虚地 跪在主面前 真诚地认罪悔改 靠着耶稣基督保险的功劳 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主啊 很多人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没事 虽然我周围都是腐烂的 我没事 我们很庆幸 自己没事 看到别人的不好 反而 侥幸心理的话 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啊 我周围腐烂了 正是意味着 我也是这样的状态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谦卑 谦虚地跪在主面前 使我们真诚地 切切地认罪悔改 我们的想法一举一动 我父上帝全都知道的 是如实返还给我们的 主啊 求主 怜悯我们 打开我们的内心 使我们认识到 耶稣基督的爱 使我们认识宝血的爱 真诚地认罪悔改 主啊 感谢上帝 指引了一条活路 拯救我们的国家 拯救我们的教会 求主上帝 帮助我们 使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有耶稣基督的爱心 为身边的人祷告 为恶人祷告 为行恶作恶的人祷告 我们大声地一起 呼求救主的名 一起来祷告吧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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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